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 你好,退休金值什么? 好的,今天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认真去准备给这位网友回答 也给大家分享吧 多多了解美国人的退休生活 他们的待遇是怎么样的 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体质不一样,对吧 下面呢,首先说美国人的退休金 首先呢,不是每个行业都有退休金的 都是区别啊 首先就是说 在美国通常什么行业有退休金呢 从国家一级来讲 国家政府,州,地区 在这些级别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通常就会有退休金 然后呢,警察,护士 公交司机 飞行员 还有当兵 当兵呢,你要年嘛 20年,然后你就要享受退休金了 这些呢,就通常他就会有退休金 然后呢,老师 老师这一块呢,比较复杂 老师呢,你想从大学开始 大学呢,你要有终身教授这个职称 你就可以享受退休金 这个是终身制的教授 他有这个,像国内我们有这个职称的 一级一级,你要申请啊 他这个终身教授就有退休金了 大学里面有的有 但是呢,不是全部都有 因为美国的大学 他几乎不是国家 也不是州级地区的 他都是食人的公司的 家庭式的 他所以说这种体制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说 这里有区别 那学校呢,学校通常 城市一级的老师 有的有,有的城市有 有的州给,有的就不给 啊,这是不是一概论的啊 就是有些老师有工作退休金 就看你工作在哪个州 在哪个城市啊 这是很复杂的 就是看具体 就是说有一些城市学校的老师 有退休金,不完全 这个是区别非常大啦 我们在国内 凡是国家的教师 全部都有退休金,对吧 肯定的 你工作在国家的企业啊 事业单位啊 等等,全部都有退休金 但是这里不行,没有 OK,下面就说 你看那个美国的所有电视台 新闻那些机关单位 他们几乎是家庭式的 或者是股份式的 或者是公司式的 他没有这种电视台 这种新闻媒体 他是几乎不是政府机构啊 几乎是零 所以呢,他这些工作 你工作在自己单位的人呢 你自己存你的退休金啊 像这样的人呢 他怎么去有退休金呢 他就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 401K 401K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个人退休的账户 他有这个公司 你就把钱存到他这里来 当你退休的时候呢 你要取出来 他要指定的每一 到一定的年限以后 他要你每年一定要拿出来 那么多啊 那个钱 到时候要拿取出来完 他这个401K啊 我那个婆婆 他就有这个项目啊 个人退休账户 因为之前他工作在那个 邓肯天天圈 邓肯天天圈啊 就是所以我就是邓肯天天圈 媳妇嘛 就是他就工作在这个公司 他们有退休金 所以他自己立这个 个人退休账户 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 他到年龄以后 你每年他指定 你要拿多少钱出来 他指定的啊 然后你把这个钱拿出来 再去理财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在这个 401K 就是401K 这个账户里面的钱 一定要取出来 每年他指定一定要取出来 所以说在美国呢 有很多 他们他们有退休金 那你怎么去保障 你退休以后有收入 那他就把每个月 所有的 就是说节余下来的钱 剩下来的钱呢 就存到这个 401K 这个个人退休账户里面去 那你退休时间到了 那你就有退休金 他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一句话 在美国 不是说你工作在 所有的单位 几十年 他都会有退休金给你的 不是这样的 区别非常的大 知道了吗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什么疑意 欢迎留言下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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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